在这个纪念张国荣的活动期间 20周年 我想大家都在这20年里面 有很多回忆张国荣的时候都会出现 尤其是今年在疫症期间 来到这个是第4年 2023年的时候 我们对于可能这种纪念的活动 突然又是一种很难听 就叫习以为常了 因为刚刚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在昨天我也听到有两个消息 就是有一些我们很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偶像 有一次要跟他说Goodbye的那个时刻 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导演 麦大杰导演 就是要受都市的那个导演 他离开的那个消息 与此同时也看到原来 我们的那个超人力险记 本乡晚 乡英基的那个演员 一个有哈尔族血统的那个日本演员 就跟我们说Goodbye 所以里面多多少少 已经把那种双感习以为常 所以我们今年纪念哥哥 20年的时候 我们是否应该用一种新的状态 来去纪念我们永远的哥哥呢 这个张国荣的真 就是我今次纪念的 这个电影有毒的这个专题 那时候呢 的第二节那里呢 那我就是说他那个真 在他那个真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 那这个面呢 这个英雄半色 这个漫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如果你看过呢 那我就很高兴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个漫画的里面呢 那里面的那些画像 是小弟做设计的 而那个设计呢 就是在那个飞林那里 叫做出街版的那个飞林那里呢 那监制呢 就叫我去 在那个飞林里面那里 就找一些叫做经典的镜头 那里面呢 就将它呢 就用一个叫漫画的画格的处理 然后就将它呢 是描图 描印出来 然后呢 就找那时候 雷智良呢 就负责到描线 那你呢 就出这个 出了这个漫画 那这样 整个漫画里面那里呢 那我 就是除了一个故事之外呢 那我对于哥哥呢 就有一个深度的认识 因为在那个真 就是怎样为之叫做真广深呢 那在那个 就是张国荣最真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 你看到他那些作品里面呢 他我们认识的那个张国荣呢 那都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率性的演出 一个叫做 作为一个歌姐 也是一个演员 那都叫做 用他的本式的演技 偶像式的演出 那在今年呢 那在今年呢 也都呢 就是找了 好像景节里面 找了聂火青春 他的修复版 那你呢 就跟大家 就是在这个时候的 放映 就跟大家 就是去埋念 张国荣的 早期的那个演出 那在聂火青春呢 里面呢 那个真 那种叫做真本式的那种演出呢 就是大家都会历历在目的 那这样就主要呢 在那个 譬如那个 英雄本式 因为我是逐格逐格呢 就去看一下 而且去去找 他们那个 那场戏 那个镜头里面的 那个经典的 那一格里面呢 那我就在那里呢 就用了一种 就是有一种叫做新的 角度呢 就看到啊 哥哥 在这部电影的 那个演出 的那个 那个 那个形态 是相 我觉得呢 他呢 就有一件事是相当之特别的 因为如果你说演戏 那来说呢 那用影评的身份呢 就是说呢 就是 其实他不像一个警察 他像一个 叫做 宋志豪的弟弟 啊 子杰 那他 他那个 叫做呢 弟弟的 那个演出呢 是那间公司 就是 工作室里面呢 无论是 徐克 导演 吴雨昕 导演 或者程兆东 导演 这三个为主呢 那他们对于 哥哥 那个演出呢 那他说 製造哥哥 那个叫做 电影形象呢 那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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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个都同事呢 就是很喜欢 把哥哥呢 就是用一个叫做 他是一个小子 一个有哥哥的 一个兽子 的那种性格呢 来作为一个代表来的 那他跟那个叫张国荣的 他的另外的那些特色 譬如王家慧制造 啊 张国荣的那个形象的时候呢 王家慧呢 就有一个很独特的那个形态 简单点来说呢 就是工作室呢 就当于哥哥是金铜的形象 而王家慧呢 对他来说呢 就是那个呢 就是哥哥 即是香港 那这个形象来做 那这个呢 就在他的真广心呢 里面呢 都可以变得出来 那另外呢 就是做一个导演呢 都不得不提的 就是阿尔东升呢 他对于哥哥的那个 那个形象的制造法呢 那他都是出了一个流派的 那这个流派我可能呢 就在一个第四节 再和大家分享吧 那但是他那个呢 尔东升的那个哥哥呢 形象呢 就是三少爷的剑来的 就是尔东升 他年轻的时候 的一个经典的角色 那很可惜呢 这个三少爷的剑呢 就是 就是已经讲了 还有哥哥都已经落实了 徐克导演 以东升监制呢 那他是 负责做三少爷的 那很可惜呢 就是那个呢 是我们呢 就是当纪念哥哥的第四节 其实我经常讲呢 就是他那个 我们在那里等待 但是没有出现的一些作品来的 那就是 那 那 是 那这一节呢 就是 在那个哥哥其中呢 就是除了英雄本色之外呢 那他里面呢 那个呢 那种叫小子的演出呢 在那个时期呢 我觉得啊 《善女幽魂》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呢 就很关键 因为在《善女幽魂》的第二集的那个时候呢 就是拍摄的时候呢 其实是哥哥的那个叫 他决定要脱离那个艺坛 但是呢 就 信众要求 或者大家的电影人的努力 是拉回他 回来去拍电影 人间道 是他其中的 回来的第一步 啊 非正传呢 就跟着来的第二步 啊 而他去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期呢 那个真的那个时期呢 就是 他在那里呢 就是 去到 八十年代尾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他有一个决定的 因为他觉得呢 在那个艺坛里面呢 就太多无谓的纷争 而那些纷争呢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 偶像的粉丝里面 搞出来的一些纷争 那他呢 就在那一刻 他都觉得呢 这个不是他 他最想去找的一个 一个境界 那所以他脱离了之后呢 那时候呢 就后来呢 就被电影界呢 就说服了他 回来去演戏 那他都说 我纯粹演戏而已 歌呢 我就不唱的了 那样 就是保持自己的那种 乐言那样呢 那而且呢 如果大家看呢 第二集呢 就和第一集呢 里面呢 有很明显 啊 灵彩神的角色 是有不同的演出的呢 就是 虽然都是一个小子的形象 那但是呢 就是他第一集呢 啊 将个名显的 就叫做 灵彩神一个人 一个身份一个人 那去到第二 第二集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因为呢 他原本第二集呢 这个故事呢 落成的时候呢 就没有张国荣的 但是呢 就是 但是呢 就是 但是呢 就是去到那个 就是拍了一段 时候 就停了 然后再开开的时候呢 就投资公司呢 就说 一定要放回 啊 张国荣和灵彩神上的 那所以呢 他在这个角色里面呢 那里呢 你会看到这个表呢 你看到呢 就是张国荣呢 飾演的灵彩神 他有三个身份的 第一就是灵彩神的身份 第二是周亚炳的身份 第三呢 就是诸葛厄龙的一个身份 就是一个叫老中青的身份 就是在这里 那么他这个里面呢 就用一个人演三个角色 然后王祖賢呢 就是他有两个角色 其实要在一个主题里面来说呢 就是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阿燕卓霞和张学友做的角色呢 张学友做的那个阿燕卓霞 那个角色的其中一部份 那里面呢 你会看到呢 这个戏里面那里呢 就作为他那个叫 张国荣的真 去跳过广的那时候呢 就是一个阶段来的 因为他最主要呢 这部电影呢 他要做的一个角色呢 就是讲求他那种幅度 他除了做一个叫做自己的本色的演出之外 那时候呢 为主之后呢 那个身份是很重要的 而那个身份的那种叫做扩阔力呢 就是说 在一个角色里面 他有三个被不同人 就以为他是另一个人 就是那个形态 而他那时候呢 他是怎样演出这个角色呢 他既有那个叫做是一种本色演技的率性 加上呢 这个叫做身份里面呢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演出呢 里面呢 其实就是相当之复杂的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哥哥呢 演出的时候呢 就游人有余了 而且呢 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所以呢 那我就在这里说他的那个话念 啊 张国荣的那个时候呢 他的那些戏 因为呢 这部呢 《人间道》呢 也是我的第一部的那个 正式第一部的一个叫做剧本的创作 里面呢 就是由一个叫做是 重分场啊 主题啊 一个叫做角色怎样演绎啊 怎样套入一个选角 来去写一个剧本啊 那这部电影呢 就令到我就是 即是 入行的那时候呢 认识 主流剧本的那种 里面的技术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 如果在这个 一讲起上来的时候呢 这部电影呢 就因为呢 就是有一个 这样的 好的 特别的故事 因为第一集已经相当之成功 而且呢 就也是 刚刚是张国荣呢 就决定呢 就回到来呢 是他的那个演艺生涯的 第二阶段的那个开始的时候呢 那我是其中的 都是其中的一步 甚至是呢 就叫做第一步 这样就出来呢 就会令到大家呢 就是在那个叫做 张国荣的那个 整个他那个 演出的那个 历史生涯那里呢 那我就想在这里呢 就作为一个叫做 20周年那时候呢 一个纪念的补充员 那接着呢 就去到那个叫第三节那里呢 就进到他那个 讲他的那个阔道了 就是张国荣的广 到时就和大家 大家一起在这里 纪念张国荣吧